吹吹吹 嗨大家好 我是常安人 這個非常的非常的尷尬 就是這個疫情來了之後 欠咖啡現在處於一個 只能外帶的情境 於是呢我常錄音的地方 就沒辦法錄音了 所以呢 接下來可能會找一些其他地方錄音 想說去林家洛招販錄音 林家洛招販直接這個 暫時停業 所以現在我們也期待林家洛招販的這個 重新的開業 那未來 未來我們這幾個這個疫情期間 會把轉型為 轉型成一個說故事的節目 因為聽說最近這個 Podcast排行榜上面 全部的這個 全部的這個 排行前面的節目都變成了這個 說故事節目 非常非常扯啊非常非常扯啊 那 沒辦法 傳說中的那個三本柱什麼百靈國 然後那個 那個 瓜吉 然後那個 台通 都下來了 都變成這個 說故事節目 那這也沒辦法 因為 畢竟現在 大家都要work from home 所以 在家裡 沒有辦法 陪 無時刻陪小孩 那最好的陪伴的一個媒體 然後又不會傷眼睛 就是Podcast啊 就是Podcast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頻道 我們這個頻道 今天 暫時的正式的改成這個 阿姬寫台語歌說故事 冒號冒號 沖仔帶跟他慢慢聊 所以 你沒有聽錯 你沒有聽錯 我們就是 很跟風的 把logo 跟把標題全部都換了 看看會不會引來一些流量 那根據我這一個禮拜的這個實驗呢 基本上是沒有差 太無奈了吧 太無奈了吧 完全沒有差 就是沒有因為 這個標題跟這個logo寫了錯故事之後 就有了任何的進展 那 我還請那個我們台南知名的插畫家 台南黑明 畫了一個這個可愛的阿姬 結果還是沒有差 還是沒有差 如果你喜歡這個新的標題的話 你喜歡新的這個logo的話 可以幫我們這個限動分享一下 或是這個 Apple評論 沖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書籍是什麼呢 就是 有兩本啊 一本是這個 阿姬最近所 所寫推薦的這個 是由陳正雄老師 所寫的書 那這一本書是純台語文撰寫 所以 他比較 比較這個 輕台語一點 輕台語一點 另外一本也是跟台語有關係 欸奇怪 我現在 現在怎樣都變成台語 台語教學節目了 那 第二本書是這個 台燕舞舞走 跳江湖 台燕舞舞走跳江湖 那這本書是 我們一個這個 台南的一個 市府顧問 市府顧問 叫周伯 周伯 他是這個 在新營的在地人 他非常非常誇張 非常非常誇張 就是他念了三個碩士 然後 開了一間補習班 還在這個一個 立法委員底下當助理 所以呢 非常非常非常的優秀啊 那他出這本書呢 基本上 我在猜啦 我在猜 可能是想要為了 未來的這個更大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個人品牌的經營 所來做這個 鋪路 那這個個人品牌 會變成什麼東西呢 我就不知道 看可能是從政啊 或者是開更大的補習班啊 或者是這個選個里長之類的 我想都是有機會的 出書是一個達到個人品牌 很好的方式 那 這這本書呢 因為他的這個章節很多啦 那跟過去我們這個說故事 哎我們其實開過說故事節目 就是有念過韓生的韓生的文章 也念過這個 這個 我自己很喜歡的一些 台南的書的文章 那 那個福成一位也念過 其實我們真的是說故事節目 只是標題從來沒有這樣寫過 雖然這個 這個說故事的比例雖然有點低 但是從從現在開始 從疫情開始 我們現在說故事的比例 會大幅大幅的升高 大幅大幅的升高 那這本書 作者 周博 我跟他從來沒有見過面 但是我是他網路上的一個粉絲 他自己有開一個YouTube頻道 他曾經騎腳踏車 就是吃那個台南 這個知名的肉燥飯店家 然後也把我來淋加肉燥飯吃過這樣子 那 這本書他 主要是把55個台語俗言 55個台語俗言 變成他寫書的一個index 就是這個 他的這個 寫書 他寫他自己的人生的這個故事 然後 他推薦他自己所遇到很棒的人 但是呢 他不直接寫 而他跳過一個 他透過一個這個 這個 台語的俗言 來做分享 所以你聽了台語俗言 知道台語俗言的用法之後 你也不小心 不小心 理解了他的故事這樣子 齁 那 在這一本書呢 在這本書呢 他有很多章節 我會特別挑選一些我自己所喜歡的齁 那他的這個 自己寫的這個字序裡面齁 我直接 我直接 我直接念一下他的字序齁 他這個字序是這樣子 這本書 我持续一年 只认一位老板 我永无止境 追求更好人生 我永无止境 就是他 你可以从这听下来 就知道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持续 非常非常耐久的一个人 就是他 就是很 你会觉得说 他很不像是 现在我们所认识的年轻人 他很像是以前 我们对农夫的印象就是 他会不断地做同一件事情 然后不断地坚持 那这样子的人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 你什么时候认识他 都是可以的 你什么时候认识他 都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不样的人 你什么时候认识他 他都是永远都是 最早你认识的那一个 那我们想要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一个 俗宴是来自他这个 这本书的第24页 也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俗宴 这没办法 写书的第一章 总是大家一定会看的嘛 那我们可以 合理预期这一章的 品质应该是 还算是不赖的 这句俗宴 是 怕等抽骨 点得用 点得用 怕等抽骨 点得用 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 我台语其实没有很好 自意 打断手臂 反倒强壮 示意 不畏艰难挫败 有志者 是进城 这是他的书宴 那接下来他就讲 他人生故事了 在大学的演讲上 我经常问台下的学生 如果你领24k 撑过四五年 就能改成 领六位数 你要不要 在场呢 每个学生都会答 要 但能做到的 却少之又少 也经常有人问我 为什么 你会想要念 三个硕士呢 为什么 你想要看这么多书呢 为什么 你想要过这么充实呢 为什么你要 这么强的 为什么你有这么强的动力呢 这个很多为什么 但是我得跟大家补充一下 他这个硕士是台大农金所 台大农金所 就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农业经济 的研究所 还有嘉义大学的行销所 然后他现在正在读 第三个硕士是中芯大学 EMBA的越南专班 也就是感觉上是很有新南向的味道 然后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 念硕士是一件是怎样 就是 就是 很有趣的是 就是你会认识很多 有能力的人 他是一个交朋友的好地方 所以 念硕士是一个 可以怎样 就是跨出你的同温层 然后又 又能够 跟某一群人 不断的相处的一段日子 那这是很像什么 很像过去的当兵 就是当兵的时候 你就会被分发到各个营区 然后就会跟 这个各式各样的人 然后相处过一阵子 但是 念硕士跟当兵最大具体的差异是什么 哦就是 念硕士做的事情 跟未来就业比较相关 所以大家可能在未来这个这个毕业之后 还有可能会变成一个一起合作的 一起合作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会变成你人生人脉这样 但是当兵呢 哦 基本上 除非你继续在营区工作 你除非你直接入伍 要不然 应该不太有可能再有人生的交集 因为你们可能就 原本 原本可能是做餐饮的 就跑去做餐饮的 然后原本是补教业 就跑去做补教业 就人生可能就没有任何的这个交集 而且是 那个 这个 怎样 老死不想往来 老死不想往来冲 而且都把对方当作笑话 都把对方当作笑话 但是念硕士的时候 你获得这一群朋友 应该算是一个 一个 在你人生成熟的时候 所交的朋友 所以他是一个 很好拓展的卖地方 所以我个人觉得啦 如果念三个做事 如果念都是 跟自己产业有相关的 应该算是一个 那个CP值 投资还不错的一个 一个 管道 那 这一个收博 他 在他念台大的时候 他有得到一个推荐 就是这个徐冲仁 这个全联的 这个超商教父 徐冲仁 所以 光是这件事 就已经是 很多 很多方法都找不到 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办到 就是你刚好念这个硕士 你刚好成为他的学生 这样子才有机会 好 好 我们继续念下去 好 说真的 我不是一直这么精实 我曾是师长口中的问题学生 经常带头作乱 每天中午被叫去静坐 家人天天到 班导师的 间接到班导师的电话 我曾以为 拳头他才不会被欺负 我曾以为 你我 你把我继续 我就把你处理下去 好 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会幸福 直到吊车尾上了后段班的私立大学 我才开始练习坐在书桌前念书 学习稳定自己的心性 这对许多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 对我而言却是必须努力 才能达到的目标 年轻时 我把自己搞得一手烂牌 所以值得用自己按部就班的方式 超音感美的态度来追上 在国立嘉义大学行销流通所 念说事实 因缘计会遇到现任立法委员 赖会员 也就是他他说他前面那个一一一一一辈子只追随一个人的这个一个一一辈子只追随一个老板的这个的委员赖会员 那我在他身边从一个打工助理开始做起那段时期整整四年的时间我办公办读每个月工作400多个小时 经常骑着机车往访新盈跟嘉义两波两头奔波 我的每日做席是这样子的在新盈工作到晚上一两点结束后骑着到加大研究室念书和写论文写到天亮白天在起回新盈 当同学都在准备校内的行销个案比赛我已经在外面接政府机关的案子 当同学都在追求学业我选择岩壁两年为老板打赢选战 刚开始在老板身边学习时测试卫生的我其实被赖鸣很多次 我曾因为工作疏忽老板落下一句你怎么都咋不响 之后甩门下车 当下的我既错愕又难过 但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主动做一个自虐型的员工 以被灌为乐 被灌就是这个灌老板的灌 先声明老板并不是灌老板 一切都是我爱被灌 一切都是我爱被灌 喜欢被老板交付工作越多越好 喜欢自己加班加到半夜越久越好 太早下班浑身不对劲 喜欢被老板夺命连环call 享受事情做不完的快感 也喜欢老板给予我这样的环境跟舞台 我自愿做牛做马月领22k的工资撑过了四五年 这段期间我有着就学贷款的压力 每个月也必须给家人些许家用 还要强迫自己存下一万累积创业基金 我常笑说比起富二代创业 白手起家算是外卡球员 要用命去拼才能取得入场券 而能不能存活下来 又得经历一番厮杀 因此到了创业阶段 我仍坚持着过苦日子 每天睡三到四个小时 每个月投入四百多个工时 持续这样的高强度生活 强达三四年之久 出席经营还不是很顺 最惨的一个月 我和创业伙伴们每个人只分得一万多 回首过去的种种 这些鞭策与操练都成为 我在逆境中成长茁壮的养分 我学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后续会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说真的 对自己残酷才是最好的激励 我始终认为 当你能好好努力享受压力的时候 并且正面看待 修行道德都是自己的 哇这个非常非常恐怖啊 所以呼吁大家这个防疫期间 请好好的睡眠 这个 这个抵抗力跟这个睡眠是 是非常成正比的 如果你现在还是睡三四个小时 你就是很容易 很容易得病的一个一个族群 所以这真的真的不是好的示范 但是他的 他这个努力跟他这个 这个愿意接受任何挑战的这种 这种高强度的心理素质 非常大家值得大家学习 如果你觉得学不来也不要勉强 好因为这这真的会出事情啊 好那成就更好的自己 才能保护身边的人事物 某天我回到母校男兴国中 校长提到有些学生 因为家境的问题 想中错求学之路 有的甚至是胡思乱想 认为人活到18岁就足够了 有些女学生教了所谓的 8加9男兴友人 校长告诫 千万不要在这个阶段 偷藏禁果而怀孕生子 因为在心智跟经济能力 尚未成熟之前 只会复制阶级 无限轮回而已 听得令人很感伤 先天的命运确实难以反转 然而性格是可以慢慢修炼 跟改变的 多年来我所亲自的接触到的 几万名的创业者 业主以及各领域的前辈们 他们都是所谓的能实现梦想的人 广义的成功人士 事业体做很大的人 以及赚很多钱的人 在他们身上都体现了性格决定命运 这个铁针针的事实 如果你想扭转命运 还是 如果你想扭转命运 还是这个持续的轮回呢 如果现在不努力 想逃离现在不公平 或者充满压力的环境 那就要重复的做对的事情 一直做边纠正 梦想就是 重复做一件对的事情 从无数的自律 跟坚持堆积起来 这个过程肯定 估计且估造乏味 这是一个耐力塞 且越走越远 梦想离你越近 破等求苦定得用 我对人生还有梦 所以不断的激励自己 不能被看虽 不断突破每个阶段的自己 自己才能给予每一位 愿意相信我的家人 伙伴该有的安全感与保障 没有人能逼你成长 一切取决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只要有心 改变永远不嫌晚 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激励人心的一章 就是这个 这个 台语 好台怨55走跳江湖的 第一个台怨 那 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这本这本书应该是 你应该会觉得这是一本这个鸡汤书 台南味的鸡汤书 就是他有他自己奋斗的人生 然后以及他所遇到的这个人事物 那这本书呢 获得谁的推荐呢 我们在这个书的书的这个 前面书的前面 他推荐的人是这个李明 是这个盘移公司 盘移科技公司 接了很多大案子的这个科技公司 盘移李明 徐从仁 台湾流通教父 许维珍 许维珍 META 就是这个自媒体 百万获立法者的这个作者 然后市长黄伟哲 然后立法院副院长的蔡奇昌 当然还有这个谢隆介 还有这个他的老板 这个赖会员 这是一本 充满着这个各大各领域大咖 尤其是政治界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郑重推荐的一本书 那 过去我们原本是想要跟周博 就是录几个podcast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所以就是 我们 加上疫情的关系 就没有办法见面了 那这本书 接下来还会再继续为大家导读 就是在这个台燕 在这个台燕的这个推广下 然后顺便顺便阅读这个人的人生故事 我想在台南 有很多人的人生都可以变成故事 但是 要经历出书这件事情 确实是需要一点累积 那很 很荣幸 我们这个台南新营的这一本 第一本这个 这个台燕的书籍出来了 那 透过念这些台燕 我讲 我想应该可以 帮我们抓回一点对台语的认识吧 尤其现在台语这个 真的是 非常惨 现在年轻的人都不太讲台语了 那 关于这个 怕等求个点的用 我也想要来分享一个 我自己的故事 我自己的故事 就是大家也知道 冲仔在跟他慢慢聊这个Podcast 就是这个有心 有一点心 但是没有很认真在经营 没有很认真在经营 但是 我们这经营的时间 也默默的突破了两年 两年的经营 哇天哪一个Podcast做两年 到底 到底赚到什么 其实没赚到什么 就是赚到各位现在正在听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粉丝 以及大家的留言 以及大家肯定 所以 这件事情他说 你说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吗 他没有很辛苦 但是 他完全不用付出努力吗 其实也要付出努力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Podcast 其实曾经也是Apple 台湾音乐排行榜的第一名 哈 哈 哈 在在大家都还没有 要做Podcast 然后说他是第一名 是蛮正常的啦 哦 因为根本就没有对手嘛 哦 那后来现在 现在这个 不知道转到这个故事界 说故事界 会不会有 有更 更好的成绩 那 在做极致的努力这件事情哦 怕 怕等抽谷 点得用 就 点得用 这个 这个谚语就是在 就是当 当你遇到极大的挫折 当你遇到让你这个手直接断掉这个挫折 你还能够成长哦 就是面临困境的时候 你来 你还能 你才能够有成长的机会 哦 这个在 这个在我们这个Podcast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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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制作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基本上就是 我们曾经 呃 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听众数量大概是 一二十个 哦 一二十个 那 花了很多力气在 在推广 在推广节目 那 推广节目 除了自己的人脉之外 哦 另外还要 自己投资自己 就是要投广告 所以 也投了不少广告 哦 那 投广告的金额 目前我 没有很认真去精算 大概会是在 大概会是在 一万块上下 一万块上下 哦 那我们会投广告的节目 通常都是 做的特别精良的节目 就是 啊 我 我当 我只要后置完当下 我就觉得 我不用后置完 我就 录音完的当下 录音完当下 我觉得自己好棒 自己好 好希望跟大家分享 那我就会直接投广告 我直接投广告 那 通常 呃 投了广告之后 还要再看说 这个广告到底有没有效应 有可能会投 投不对受众这样子 那 很荣幸的就是有一些 的这个表现都还不错 那 从这个两年来下来的 这个每一集的节目 现在的收听量 大概会是500人左右 哦 所以 呃 真的遇到非常非常挫折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呃 嗯 就是现在 哦 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啦 就是 这就是有一阵子 就是刚好这个 我比较忙 然后阿基也比较忙 所以 就是当我们这个 现实的生活压力 工作压力大到不行 很难更新节目的时候 节目就会非常的 就是 直接静下来 就是 然后 就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啊到底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继续做 或者是到底有没有办法找得出时间来 来录音 那 只要这个怎样 只要这个 只要 只要遇到这种想法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哇 这个更新 podcast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 你总有题材 慢慢做完的时候 所以你得要想一些新的题材 你只要想一些这个 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梗 你只要找一些不同的来宾 那我其实 在这件事情上面 所付出的时间 我不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努力 所以看到周博 这么这么认真的 在面对自己的人生 而且他也很斜杠 就是补教业啊 政治界啊 然后个人品牌经营 YouTuber啊 我觉得受到非常大的鼓励 这样子 就是 每一件事情要 都要能够发挥 全力去做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也必须很坦白 跟他讲说 因为 这个 做Podcast 毕竟不是 毕竟不是本业 所以他在我们这个 这个每一次录音的这个时间 在我们人生的比例都还算小 但是我们真的很 很希望每一集都是让大家觉得 哇很有意思的 让大家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 有时候都会做一些特别的企划 像前一阵子 前一阵子在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一阵子 直接录Live 那这件事 这件事 这件事 的回想就很差 这件事就是特别拓折 特别拓折 因为花很多力气录音啊 说真的花了很多力气录音 是我们EP 100市 阿基电台防疫遭境 哇 我们从台南到这家咖这样子 然后直播 直播的效果啊 然后后面再上传效果 都不如我们之前 在家宅路的这个 后再欠咖啡宅路的这个 这个效果好 但是他 特别花很多力气 那也 也也希望啦 也希望就是我们 再继续调整 然后 为这个台湾的疫情 能够做一点点什么事情 这样子 那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 台语的这个台验55 左跳江湖的第一章 接下来还会再为大家导读 然后 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 Cait 5 7 3 3 3 4 4 特别 4 2 9 4 5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